最近天气冷了 有鱼有问我养虾虎温度要加到多少 实际上只要是我们自己野菜的鱼 都是不需要加温的 用久都能想通 野外没人给它们加温 要是它们怕冷 那不是早就灭绝了吗 如果是带苗 那可以把水温加到25度 这样消化速度生长速度会快许多 因为虾虎都是春天繁殖 这样刚出生的苗子 就能在野外夏天25度的吸水中快速生长 如果养的是橙铁或者压橙 你想虾虎的颜色好看一些 那就需要保持20度以下的水温 鱼缸里的发色季节和野外是不一样的 春天的气温是20度左右 但吸水温度就只有15度甚至更低 而鱼缸温度和气温相差不大 会比吸水热得多 所以把野外的鱼抓了放在缸里一样 本身就相当于把发色季节 从整个春天之初下提前到了冬末春初 而加热不仅会让颜色更难看 还更难养 高温下水中荣氧低 平均更活跃 还会加快你的代谢 从而提升对亚硝酸盐的吸收 中毒死亡的情况也多得多 还多了一份加热棒故障的风险 以及浪费电费 有些人说加温是防止温差 雨在吃饱后 水温骤降确实会有长岩的风险 但大幅度的降温在浴缸里几乎不可能 除非大量混水或者把鱼缸摆在空调出风口下 要么鱼缸小得可怜只有几升水 而鱼缸里的水泵灶浪 甚至气泵本身也会发热 延缓了水温的下降 有的人说低温雨温差会造成白点水煤 这也是无稽之谈 白点水煤最大的原因是鱼缸晒不到太阳 抵杀后堆积大量有机物为病菌提供躲避 鱼缸水体小导致病菌浓度高 以及于本身的体质差 你想想容易发霉的地方是不是一暗潮湿 腐植至丰富不见阴光 再想想温差大 但是能见得到阳光并且没什么营养物质的地方会发霉吗 我鱼缸放置在有点漏风的封闭式的阳台 冬天最低只有五摄氏度 温差比大部分人的大 极限水温阴也比大部分低 但几乎没见过白点水煤 请问动不动就把鱼养出白点水煤的人说的话 能比我有舒服力吗 所以当溪流鱼得了白点 并不需要下温 想办法把鱼缸摆在晒掉到太阳的地方 以及增强鱼的体质减薄抵杀 减少钢力有机物才是长久之计 加温对溪流鱼毫无用处 很多人遇到过在30度甚至更高时 仍然的白点病 因为高温会导致溪流鱼的生理机能受损 伤害内脏也小心沉代谢 反而好得更慢 还会让虾虎背脊边缘 看上去像被打火机烧溶了一样 综上所说 养虾虎除了带鱼苗加温 可以加快生长速度 其他任何情况都不需要加温